我从我见面就这十个女的 这第十个 同一回还碰到她的事 他们说我啥 你说你离不开你的家 离不开你的孙子 这个都用这事 同一回因为就是演员上没过去 不是同一回 从我年轻的时候到现在 我当面回的时候 从第一次遍到我教的一下 就没有这种情况 傲娇大爷来相亲 没成想一见面 就被大妈否定的言之 这下和把大爷的小心脏 给上了不轻 当场就要抬屁股送客 王大妈 今年59岁 退休金每月2100元 有房 大姐长得像一个明星 她们有的说过我 有点像陈小义 对对对 就是这个女的 大姐多像这个陈小义啊 虽然说不上一个模样 大爷一看还真有那么点像哈 自从八年前 大妈的父亲去世后 就开始跟母亲相依为命 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但是为了闺女晚年有个一套 大妈的母亲早就提出去儿子家生活 生怕耽误闺女的婚姻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那你在找另外一半你有啥打算呢 看对方咋看呗 如果要是对方介意的话 那我妈也许上儿家呗 如果要不介意的话 我妈也力手力脚 也不是什么负担 你兄弟姐妹几个 我俩哥 一个弟弟 还有一个姐 都在哪呢 我大哥在疗养 那几个都在长城市 大妈的态度很明确 老妈跟不跟自己生活都可以 只要对方和演员 一切以另一半的态度为中心 大妈说了 多年前 大妈的丈夫因为脑梗去世后 就疯狂迷恋上了养生 瞅瞅家里摆放的这些药材 都可以开要铺了 我看你这个后边这些什么 粉啊 那都是啥呀 那都是喝的 干姜丝 干姜丝去寒的 这个呢 这不是那啥吗 桃花吗 桃花茶 这个呢 咋用的 这是麻辣籽 嘎的呀 这也是鸽嘴寒的呗 给它咬开 咬开完了 完了就寒没咬完 你可以嚼就都行 那是管啥的呀 哎呀 要管调病的呗 反正都是有好处的 调啥病啊 她得呀 你就是反正没啥坏处 挺贵的呢 200多块钱这一盒 你记得呢 那还真不太好吃 上头了 太恐怖了 有那么严重 我给你倒点水 不用不用不用 我能忍受 刚开始进嘴里没有啥味儿 我发现老苦了 有时候我吃点 有时候不吃 一定我吃不少了 这太苦了 她就调啥病啊 我这一苦别别白吃啊 不是说治啥病 就是身体调理呗 没啥坏处 反正我听他们的 我就买了一盒还行 调啥的你都不知道 你就给这下调 别管调啥 只要听说对身体好 大妈就必须得紧跟养生大讲坛 一听这么养生 小红洋荒啊 这到底是给我吃了个啥玩意啊 我查一下这麻辣子 这你查一下可好了 那叫腊木子 腊木子啊 嗯 腊木子她说就对 腊木子啊 那我说差了啊 哎呀 大姐 你说说我能相信你吗 你这啥名你都没记住 忘了呗 腊木子其实是 要用价值很高的食物 其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保护血管 还有一定的调节血压的作用 腊木子还可以增强免疫力 放心了吧 除了热爱养生的 自从退休后 大妈便开始享受生活 就像小沈阳说的 人这一辈子 眼睛一睁一臂 可能一辈子就过去了 所以的想开 不能苦了自己 大姐你这是个麻将桌啊 对呀 麻将桌啊 那这屋里的摆个麻将桌呢 没事玩个舞呢呗 你说本来年轻时候 觉得挺辛苦的 付出也挺多的 这心当老了也想着想着 没玩的该玩一玩呗 打花时间 偶尔的打不经常打 那你这麻将桌 摆下来是这个人 都上你家里打呀 对呀 有的邻居了 还有朋友啥子 在家玩一玩 有时候你一玩 上别人家时间玩场了 老他也不愿意 你在家玩他是看着还放心 哎妈 头一回听说玩麻将 叫享受生活 成小时的作难要不难受吗 我看还是赶紧找个老伴 一起跳跳广场舞 最靠谱 那你在找的话 你想找一个啥样的人呢 再找一个 这身体健康的呗 品质好的呗 脾气好的呗呗 最起码感觉到 我有个依靠 我这辈子 谁都没依靠上呢 人家已经靠我 都跟我靠成这样了 了解完大妈的 刺偶标准后 红娘觉得今年66岁 退休金每月3000元 有房的赵大爷很合适 于是安排了两人的见面 哎呀 你看还是大哥那啥 我都没看着带姐拿载 你不信心 这是咋了 跟刚我们的媳妇似的 扭弄捏捏 不大方了哈 眼都不带丑大哥的 这到底是相中了 不敢看啊 还是长得暗你眼了 那什么老伴 你对大哥的印象 第一印象还行不行 哎呀 自己一个人会儿 蛋彩上了 哎呀 六十 六十以后了 都笨七了 都笨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你就要看一二三 一说出来 我大哥就知道了 感觉 演员差点 嗯 就是不是一见面感觉 嗯 就是想要那种的 你知道吗 嗯嗯嗯 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理解 没事理解 谁会说 完了 伤自尊了 就对我印的一种伤害 我自己要我自己要行 就对我印的一种伤害 怎么都伤害到你人 我一朝我那 我叫我行的话 我我自己要我自己要行 哎妈 这是几个意思啊 只能你相不中别人 别人必须得相中你呗 这鼠实飘得有点厉害啊 那你不能按你那个标准 你觉得特别撕裂中 觉得别人都能认可你 那是不可能的 我的小孩我不吹牛 我这是老了 没有头了 说来警卫里边 那100个新兵挑一个 就给我挑上来 得了好汉不提当年有 既然已经卸顶了 就没有必要说往日的光辉历史了哈 为了缓和这尴尬的气氛 红娘提出让大爷展示下自己的才艺 毕竟男人的魅力始于延迟 终于才华 说不定小提琴一拉 大妈就迷恋上你了呢 你拉一手呗 暂时暂时 不省了 不省了 你这样的真是挺好事 不省了 我心情没了 咋的呢 我心情没了 我现在就是 我就是 就八一它也没有用 它哪没有这缘分呢 我就先看看她的才艺 另外一起来了一回来 让她表现一下呗 但她也没给我面子 那就算了呗 我出了我见面 就这十个女的 这第十个 同一回还碰到她的事 她们说啥 你说你离不开你的家 离不开你的孙子 这都用这事 什么呢 同一回因为 就是这个演员上没过去 不是同一回 从我年轻的时候到现在 我当面回的时候 从第一次遍到我教的一下 就没有这种情况 着实没想到啊 这也太玻璃心了吧 没演员不是很正常吗 各花入各眼 咋还没活明白呢 随后大妈决定说点好话 没成想人家压根不领的情 看来这回是真伤心了 问题是你一几二天受伤了 哥也没让我听 哥也没有受伤害 至于吗 主要是我大哥 这么些年了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相信 没被拒绝过 对对对 我可以冲等说话 就可以冲等说话 那我给你找个 我找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你爸你爸爸的 一时间难以接受 关键爸两个我我知道了 缘分就是两个小时的缘分 两个小时的缘分 嗯嗯嗯 就感谢你这些 就是什么 这天这么不好的天 就等到我家的复课 在这儿聊个人民 感谢你 啊 代表你自己 已经听了 没有 哎呀 哎呀 两人相亲失败后 独自在家的赵大爷 终于拿起了他的小提琴 来消除内心的苦闷 不好意思 小弟实在没有这一叶细胞 懂得小伙伴们赶紧来点评一下吧 一定想好了再说哈 别把大爷的小心脏给伤着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弟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